好 上节课我们讲了 装下挂 也就是安心下挂 只要在每座山中间的九度 那就是下挂 靠左边 靠右边的塞度 那就要用到剃挂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大致讲了一下剃挂 怎么样去剃 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圆带牌 也就是低牌 我们把二十四塞呢 给它标上 人质鬼 投鸽银 夹毛頤 陈逊四 云武丁 魏工生 耿有星 去前黑 我们把工位也标上 凯一公 空二公 正三公 也叫洛树九公 我们看看这个剃挂 怎么样剃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讲的这个剃挂的口诀 他有很多种 只要你会用一种 那么其他的呢 也不在话下 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讲 子鬼 逼甲生 子 鬼 甲 生 那么 子鬼 逼甲生 胎狼 一路行 也就是说呢 这四个三呢 用胎狼一 胎狼 我们就写个一 胎狼一 胎狼一 那么这四个三呢 用胎狼一代替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在立下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了 左边的三度 或者是右边的三度 要用剃挂的时候 如果是这四个三 子三 鬼三 甲三 生三 不管是坐还是像 那么就要用胎狼一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一呢 入了中宫 那么第二句话呢 就是人貌以为空 人 某 以 为 空 那么人貌以为空 这五个三呢 约的是聚盟二 也是说呢 人貌以为空 五位是聚盟 聚盟呢 就是二 我们说是聚盟二 我们写了一个二 用二去代替 人貌以为空 人貌以为空 五位是聚盟 如果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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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是 尖下 也就是说呢 这五座三的左右三度 那就要用 替划呢 进行替 一 也就是说呢 要用这个聚盟二 这个数字呢 二 入中宫 然后呢 宋飞还是逆飞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前害 承凶 四 前害 这是前 害 承 凶 四 还有一个序 前害 承凶 四 连序 五序星 连序呢就是说 连上这个序 用五序 我们说呢 连进五 那么五序呢就是六 又用了 六 五序六 用的数字呢就是 五序六 那么九序里面呢 五序就是六 对吧 贪狼一 居蒙二 路从三 文去四 连进五 五序六 破军七 左腹八 幽闭九 那么这个就是 前害 承凶 四 连序 实际上呢就是 序前害 承凶 四 要用五 取六 去代替 这是替化的时候 那么最后呢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有 星 丑 梗 饼 那就是 有星 成根饼 有 星 然后呢就是 然后呢就是 丑 梗 饼 有星 成 梗 饼 叫有星 丑 丑格饼 有星 丑格饼 这五个三呢 有 破军七 有星丑格饼 破军七 有星 丑 饼 他用的是 破军七 去代替 破军七 那么还有剩下的三呢就是 耿 五 丁 耿 五 丁 那么最后剩下呢 耿 五 丁呢就用的是 右臂九 多幅右臂 右臂九 用了右臂九去呢 去代替 好我们现在呢 我们看几个例子 这个关于替卦 替卦的例子 如何用替卦 那么我们在上这看呢 我们找一个 下月八月 某身右下 下月八月 八九一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么 卦身右下 对吧 就是 甲 卦 乙 那么 有呢是 耿有星 耿有星 我们说的是 上月的卦身右下 就是 做卦 上游 啊 那么 上月看呢 我们讲的是 正卦 下卦 它是中间的九度 那么接近呢 我们要用到七卦 那么就是 卦身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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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身右 下卦 也就是说呢 它靠了 边上的三度 出现了肩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踢卦 用到踢卦 上节课我们讲的是卯山游下卦 那么在卯山游的时候呢 我们说呢 卯是六 啊 那么它在左上去呢 写了六 那么游是一 啊 右上去呢 写了一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用到替卦 啊 我们看一看 比如替卦呢 数字是几 那么同样的 那么卯山游呢 他这个 加卯以这三个字 啊 这三个字呢 在 用牌的六 那么右 右牌的六 啊 右牌 啊 这是右牌 这个啊 八右嘛 右牌的六 那么对右的 元代牌 也就是地牌 那么对右的元代牌和地牌 他的六 就是前六公 啊 我们说的前六公 那这个地方 那么他对应的这个 山呢 是卯山 也就是天元龙 那么他对应的 这个是 第二个山 啊 也就是前 也要是天元龙 那么 那么夹某以的某是这中间的这个山 第二个山 那么 去前黑的第二个山呢 就是前 啊 啊 啊 那么我们现在找到了他对应的宫位 元代牌的宫位 也找到了他对应的山 元龙啊 属于天元龙 或者说呢 或者说呢 属于第二个山 啊 啊 虚前黑 钱是第二个山 夹某以 某也是第二个山 对应的山 对应的山就是对应的元龙 天元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钱 钱呢 用的是 五曲六 我们说 虚前黑 成熊四 用五曲六来 代替 前黑 成熊四 连虚 啊 连了这个虚 五曲 啊 用五曲星 那么五曲星就是六 因此呢 我们用替换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六呢 写在他的左上去 啊 因为他是某山 是坐某 啊 他对应的呢 就是他左边呢 是坐山 右边是向 那我们现在还要看 把这个替换的数字六 入到中空以后 啊 入到左上去以后 还要看他是顺步 还是逆步 那么照样呢 要找到对应的元代牌 那么元代牌对应的呢 是虚前黑的钱 是天元龙 前红耿秀 前红耿秀呢 和甲根病人 淫身似害 啊 他是阳山 阳山就要顺步 那么就是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那就是顺步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山 那么下他对应的呢 是一公 砍一公 那么砍一公 在元代牌里面的砍一公 那么在这个用牌上呢 他是耿有星 那么也是中间的这个字 也叫天元龙 那么对应的元代牌的一公呢 是人子鬼 那么他的天元龙呢 就是子 那么子物毛有 那么子呢 他的替惯呢 子鬼兵甲胜 太郎一露行 那么用的是太郎一 因此呢 把这个一呢 要写着他的相方 要找到他对应的元代牌 那么再看他的顺牌还是逆牌 同样的也是要找到 所以这个用牌呢 要找到对应的元代牌 那么对应的元代牌呢 也是子 那么子物毛有 以兴丁鬼 还有程序丑位 是阴塞 阴塞就要逆牌 那么这个是一 一的前一个呢就是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那么这个呢就排出来 这个呢就是 尖塞尖下 也就是我们说的 要用替划 那么从整一个 替划的口角来看 我们知道 那么在凯一宫 那么凯一宫呢 如果他用的替划 你看子或鬼 他本身就在凯一宫 那么现在他的替划 也是一 实际上呢 这两个替呢 替不替都是一样的 你替他也是一 你不替他也是一 就是说 在凯一宫 凯一宫里面的 子塞和鬼塞 但是仁塞就不一样 那么仁塞呢 他的替划呢 就是聚盟二 不是凯一宫呢 不是一 而是聚盟二 那么子和鬼呢 他剃和不剃 都是一 我们再看空二宫 那么空二宫 那么为何空 那么为何空呢 他剃也是二 不剃也是二 对吧 剃划和不剃划呢 都是一样的数字 你看一下这个 未空生的生 那么生呢 他就用太郎一 如果是剃划 那么他入宫呢 就是一 不是二 那么这个明和空呢 你剃和不剃都一样 他都是数字二入宫 我们再看一下 正三宫 那么正三宫呢 甲毛乙 那么他的宫位是三 甲又一 贪劳一 毛乙又俱盟二 那么这个呢 都要有剃划 剃划时不就不一样 那么再看一下 陈 凯一宫 控二宫 正三宫 凶四宫 凶四宫呢 陈凶四 用的是五曲六 那么这个剃划呢 和数字一样 那么前六宫 那么前六宫 他宫位呢 就是六 那么他的剃划呢 也是六 五曲六 因此呢 他的剃和不剃 也是一样的 你剃也是六 不剃也是六 入宗 再看对七宫 那么对七宫里面 有一个有核心 那么他剃划和不剃划 都是一样的数字 都是七 那么梗就不一样 那么如果梗用七宫的时候呢 那就是 并必九 如果不剃划呢 那就是七 还有各八宫 那么各八宫呢 是一样的 那 丑和梗 用剃划呢 是七 破九七 那么不剃划呢 他就用八 那么这个 银 我们说呢 银五格顶上 这个银 银五格顶上 要用呢 右臂九 他这数字呢 是九 银五 还有这个梗 银五格顶 银五格顶 这是呢 是用 右臂九 左腐八 右臂九 用九呢 去剃 这个呢 也必须要剃 那么再看最后呢 就是银九 那么银九 银九的饼 如果是剃划呢 就是七 入中 那么 五格顶 五格顶 你剃 它也是九 不剃 它也是九 也就是呢 你看这两座山 它剃划和不剃划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看 总共有几座山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那么也就说 总共有十一个山 有十一个山呢 你用剃划和不用剃划 它是一样的 那么这十一个山 分别是 五山 钉山 胃山 空山 有山 星山 旭山 前山 太山 还有子山 鬼山 这是一个呢 你用剃划和不用剃划 道理是一样 只是多转了一个关 那么其他的十四个山 其他的呢 十三个山 都要用剃划 剃划的时候呢 它入中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那么余下的十三个山 那么余下的十三个山 剃划的时候呢 它的入中数字被压 比如说这个 人 他本来在凯一宫 他要用这个军蒙二 对吧 银 他本来在各八宫 他要用呢 右臂九 那么还有这个 甲毛乙 橙轩四 这些山呢 都被压 用剃划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 要用剃划的数字入中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下月八月的 某在幽下 兼在星下 他入中 那么用的是替划 替划 我们在这里呢 一定要知道 那么替划不是说这个 用盘上的某 而是用盘上的这个某 对应的 元代盘上的数字 那对应的是呢 那就是前六弓 他在右盘的六嘛 那么右盘的 右盘的六 那对应的到低盘正正 低盘 或者是元代盘 那就在前六弓 那么这是第二座三 对应的也要是第二座三 要看这个第二座三呢 用什么去代替 我们再看一看 那么比如说这个下月八月的 凶三前相 结这个四三害相 下月八月 凶三前 这个是凶三 凶三前相 结这个四三害相 我们同样用呢 下月的八用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么我们说这个 凶三前相 这个是陈凶四 陈凶四 然后这个呢 是续前黑 我们看看 是凶三前相 那就说明是 坐凶 那么向是向前 凶三前相 接着是四三害相 接着是四三害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用踢挂 那么如果这个是下挂 也就是说不用踢的时候呢 那就是七日中 坐三是七 那么向呢就是九 那么是七和九日中 然后呢顺飞逆飞 那么现在呢 它出现了肩下 它出现了肩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个踢挂的口角 踢挂 那我们先看一下 坐三的胸 胸呢 它在运用盘上是七 那么对应的 在运用盘上的七 就是对弓 对七弓 那么它呢是这个中间的 陈凶四 中间的这个三 那么我们要找到对挂的中间那个三 对挂呢 耿有星 那就中间的这个三呢 就是有 对吧 就是有 或者说呢 你要找到它的天元龙 那么你找到元带海 同样的天元龙 如果你搞不清楚天元龙 地元龙 人元龙 那你就数三 第一个对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对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对第三个 那就可以 也是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有 我们看这个有呢 它用的是破旧漆 因此呢 你就把漆入中 坐三 对不对 有嘛 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个 对应的破旧漆代替 就是有星 抽根饼 天星说破旧 破旧就是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是顺牌还是逆牌 那么顺牌逆牌呢 同样的我们找到了这个顺 那么它在元带牌上的 对应的命中呢 就是有 那么 植物毛油 植物毛油是鹰 意思呢 要逆牌 那么就是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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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七 那么 这个是坐三 我们再看一下 像 那么像 它对应的呢 在用牌的九 我们要找到 它是用牌的九 而且呢 是 去前黑的 中间的这个三 也就是天元龙 中间那个三 你找到对应的元带牌九 那就是离九宫嘛 九是离九宫 那么它对应的呢 也是中间的这个三 也就是天元龙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这个五 五用什么代替 它对应的就是五 对吧 那么我们说 银五更丁 银五更丁 又 又必九 用九代替 因此呢 这里要写一个九 上上九 那么下一步 你再看它是顺牌 还是逆牌 那么从这个对应的 又找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 紫五毛油 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紫五毛油 是 鹰的 你看一下这个五 那么五里面呢 它有丁火 已经丁鬼 那么是它应的 应的呢 也要逆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那这个呢 就是下元八 用的 凶三 前相 兼 四三 横相 也就是 替卦 那么替卦呢 它排出来的 这个牌 那么 这个呢 叫元代牌 那这个呢 里面这个 大写的 123456789 那么里面这个呢 叫用牌 那么上面的是数字 阿拉伯数字呢 叫三项牌 就是坐山朝向的牌 那么我们知道 三元九用 在一用和九用的时候呢 没有望三望向 那么只有在二用和八用的时候呢 才有这个望三望向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看一下 什么是望三望向 什么是倒山倒下 什么又是上山下水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好 感谢观看